那接着就让我们打开student.py的这个程式来看一下 那前面这边的话就是刚才头影片我们介绍过的 那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点开来自己看一下 那会看到generate run then target location是被铸截起来的 因为这个部分后续要让大家自己完成 然后这里就是game loop的函式 那你定义这个game loop的函式在最下面这里 最下面这里有去呼叫它 所以呼叫完之后这个game loop的程式里面就会开始跑 那这边这个部分的话是游戏初始化 也就是前面流程图所讲的每一轮都会重新初始化的部分 那你们要在这里放上target x跟target y 就是去呼叫这个generate random target location的部分 这个后续会做 然后当游戏还没结束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一起去做底下的判断 那game exit指的是要离开游戏 就是你按下q键或者是按下叉叉 就是视窗的叉叉按钮的时候它才会变true 那game over的话则是指你的头可能碰到边界或者是吃到自己的身体 那这个时候game over会是true 那下面这里可以看到有不断的回圈一直去侦测事件 然后这里有一个head exchange等于block size 如果说大家的这一行注解把它打开来的话 直接去执行 直接去执行的话你的游戏的蛇 它一开始的时候就会一直不断的往右移动 但是你按上下左右键它是没有办法操作它的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head exchange把它注解掉 去执行的话 那你的蛇一开始就不会动 所以请大家等会可以把这个83行的这个head exchange的block size 去把它注解跟不要注解 去试试看你的程式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 如果说它是没有注解掉 也就是有执行的话 它这一只蛇应该会往右移动 那如果是注解掉应该就只会有蛇的头 那你确定可以移动之后 这一行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因为我们后面的程式会再去让这个head exchange 去做其他的更动 那下面这边有一些注解 大家就可以照着后面影片的步骤 去一一的完成